What the purple 好了 打不开Foodshow了 怎么办呢 好了 我们现在找个办法 看能不能解决它 从碎盘进去 找到这个Payboard的File的文件夹 找到Adobe 然后再找到Foodshow 最后进去找到Required的文件夹 双击进去 找到PlusIn 这个再找Space 然后这里有一个第三季的文件 47的Copy复制 复制 然后再退回到 退回到 退回到这个文件夹 叫AdobeFoodshow 2020下面 然后粘贴进来 然后粘贴以后 就出现第三季的文件 然后我们现在再启动 打开 OK 可以启动 正常 这就是找不到第三季那个文件的时候呢 用这个方法找回来就好了 不需要去下载任何文件 只要将这个文件复制过来就OK 原本的文件只不过是在这个文件夹下面 2020的文件夹下面没有 如果你是2019的或者2018的话 就在2018或者2019的文件夹下面 把它扩别过来就OK了 这就是 最简单最直接的一个解决方法 它是安装的时候是有的 但是安装的地方呢 是位置放错了 它在哪里呢 我们看一下啊 这个文件其实已经是在 在这个Adobe的Foodshow里面 文件夹里面是有的 但是文件在哪里 它是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required 从plus in the space里面 然后把这个文件呢 把这个第三季的文件呢 把它扩别出来 再重新粘贴到这个文件夹下面 就是粘贴到Foodshow CC2019下面就OK了 OK 这次的分享就到这里 希望能报到大家 如果喜欢我的频道 请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